镜头带你到台中来看 欧峰山公园东北侧的清水轨洞 这是日治时期的战备坑道 全长大约有420公尺 对很多老清水人来说呢 拿着火把来探险轨洞 是很多人的童年共同回忆 不过呢两年前开始 清水轨洞就封闭进行整修 还新增了照明 消防 逃生等设备 而现在呢总算完工了 4月16号即将要重新开放参观 打开山坡上的大门 眼前的这座碉堡就是轨洞的路口 走进狭小的洞口 里面别有洞天 当地人俗称的轨洞 其实是1943年日军新建的战备坑道 当时在这个地区是叫做恒山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恒山的战备道 整个里面设施是都还保持的蛮完善的 轨洞里面主要分成主通道和副通道 总长420公尺 主通道宽约2公尺 高190公分 地道四周都是用耳软石砌城 坑道里面四通八达 东暖夏凉 通道里面还设有寝室 钢绍 厨房 通道的尽头是一个机枪堡 可以居高临下防守西海岸 2017年因为坑道圣水等结构安全问题 台中市政府历经两年的修缮 今年3月5号整修完毕 预计4月16号重新开放 由于还没有验收 坑道尚未开放 让几位来自桃园想探险的游客 有点失望 一定会再来的 76年前的战备坑道 目前已经没有军事用途 经过整修之后 将成为清水熬峰山的新景点 民事新闻台中综合报导